对旅游产业有兴趣的人有福乐 11月3日师大修旅所王国清教授 带领EMBA学生和福大参旅所学生 一起参访熊师集团 在熊师台大人文空间里 伴随着咖啡箱 熊师副总陈瑞伦为学生介绍熊师旅游 如果要旅游走向生活 其实不是说说就算 因为王总市长非常重要的是学术 因为他认为所有产业的问题都可以在学术 找到答案 尤其是管理学院 陈副总致力于推动产学合作 产业人才的培育 跟学校新鲜人的链接 是有计划性的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使命感 此外熊师早在五年前就与师大合作 实习签约 陈副总称赞师大学生很优秀 如果像优秀学生 他们的自治能力就很强 自治能力 然后他会思考 他会主动提出建议 比较具体的建议 接着到了熊师总部 师大与辅大学生开始辩论 他们要能够常蓄得下去的话 品牌的核心价值 跟精神相当重要 在大陆市场里面做一个期待 最后由师大获得胜利 王教授说 EMBA学生的努力程度不输大学生 就像陈副总说的 这你如果认真做 就是有很多贵人贵士会进来 校园记者张蕊荣采访高导 大给我